第22题 有关碳氢电池的性质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上课有强调有请同学要背 碳氢电池是以碳磅为正极 以心壳为负极 所以选项A心壳为负极是对的 那么既然碳磅是正极 我们教过正极就是正电流出 所以碳磅为正极导出电流是对的 我们也跟各位讲过 碳氢电池呢 是不适合拿来做充电用的 因为它容易有爆炸的危险 所以选项株呢也是对的 那么我们其实没有背过 碳氢电池的正极反应物是谁 我们只告诉过你那个碳磅 只是用来做导电用的 并不是真正的反应物 我们没有背过 碳氢电池的正极反应物是谁 但是我们有曾经知道过 这个氢氧化钾是碱氢电池的 里面所加的东西 所以它并不是碳氢电池的内容 所以呢 C说它是以氢氧化钾为正极反应物 应该是错的 所以第十二题问我们说 下列迅速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C 主要以氢氧化钾为正极反应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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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